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这一段讲到大乘的直观 那么大乘的直观 他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就是修学骗迹本空一堂不患 也就是说 当我们想要从痛苦当中得到解脱 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为什么会有痛苦 那么从大乘佛法的因缘观来说 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 就是痛苦是内心引生的 不是外境引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 经常生起一种不平等的单向思考 落入到有所得的好坏得失当中 所以我们产生的很多的痛苦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要我们修四寻式 用这种双向的否定思考 那么这个时候使令我们安住在一种平等的 无分别的内心状态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破片剂子 那么当我们破片剂子以后 我们知道一切法没有所谓的好坏得失的 这样的概念 它只是一个阴眼 这个人这个事情 只是我一个生命当中 我要实践断恶修缮度众生的一个历练的对象 如此而已 他没有所谓好坏 他只是你一个断恶修缮度众生的一个 所言的一个境界而已 那么这样子一个菩萨 才能够没有挂碍 没有恐怖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这个是前面的一个大意 就是破除对外境的直取 那么这以下的误入一他其 其实这个地方的内涵就是破除 进一步的破除对内心的直取 前面是破所取向 这个地方是破人取向 是这个意思 分两段 一 成前双问二 意问别答 也是一个问跟答 我们看问的部分 依此误入伪似性中 何所误入如何误入 那么当我们前面已经破了这个所取向 那么现在我们想要进一步在误入伪似性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就是破除人取向 那么破人取向 在当中两个问 第一个 何所误入 第二个 如何误入 何所误入呢 是说明这个误入的浅身差别 如何误入 是说明他误入的方法 误入的方法当然是个总说 那么何所误入是一个别说 他的浅身的差别 我们看这个答 一 问别答当中分两段 第一个先答何所误入 第二个答如何误入 那么何所误入等于是说明这个误入的浅身差别 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标列三性 第二段 误入所误 先说明三种体性 是我们应该误入的 我们看入文 入伪是性 相见恶性 即种种性 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修为士官 为士官他的一个次第 是先破所取向 再破人取向 最后才误入平等法界 那么在当中有三种性 是应该误入的 第一个入伪是性 第二个入向见恶性 第三个入种种性 所以这个前面的入 是通移下面的闪断 这是误入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 我们在修这个伪是官 所要误入的三种体性 先做一个总标 那么下一段会详细说明 什么叫伪是性 什么叫向见恶性 什么叫种种性 我们看这个一百三十一面 弱民弱义 自性差别甲 自性差别义 如是六种义皆无故 所取人取性 现前故 一时现世种种效益 而生起故 那么我们在破除的时候 刚开始先破除这个外境的词曲 那么外境怎么有呢 使若民若义 自性差别甲 自性差别义 有六种的意象 这六种意象我说一下 这古德解释说 六种意象就是第一个 明 明言 明有明的自性 明的差别 这三种 第二个义 义有义的自性 跟义的差别 也是三种 一个明 明自性 明差别 义 义自性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明言 由不同的明言 产生不同的意象 而创造的自性 跟差别 那么这个前面都破除过了 破除外境的词曲 第二个 所取人取 性现前故 那么这个所取人取 就是说 我们现前一念心事 当他不生分别的时候 他的心是平等平等 没有人所的对立 但是你心一动 不管往好的地方动 或者往坏的地方动 他就是落入对立 一个人分别的心 或者叫人取的心 一个是所取的进 那么我们这一段 其实所要断的 所要破的是第二段 就是那种人取所取的对立 内心的对立 前面是对外境的词曲 这个内心当 现在是进一步的 把内心那种对立的心 有所得的心 这种关照的智慧 再把它默平 所以这个人取所取的心 这种现前的对立 应该是要误入 要把它消灭的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因此现实种种相应生故 其实第三段是一个总结 把前面的外境的词曲 跟内心的词曲 相互的作用 就创造了很多很多的 相似的 这个相似的意象 这个相似的意思就是希望 很多很多的 希望的意象就生起了 就是我们刚开始 心一动的时候 产生人所 然后人所的交互作用 就产生很多很多的 相似意象产生 这个都是骗记者的相貌 这个骗记者我们再说一下 骗记者的生起 就是我们心中的联想 明眼 就是我们经过 不同的教育的欣喜 还有我们自己希望的分别 这两个合合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联想 而这个联想就会主导你的行为 会主导你的命运的差别 比如说 我们这个现实人生 一般的价值观有三种 情理法 三种 情 身为一个众生 这个心中的喜怒哀乐 这谁也不能否定 每一个人都有情感 但是情感是最危险的东西 当这个情感失控的时候 就是世界要大乱 所以每一种文化 其实都是在调伏我们的情感 身为一个人类的众生 跟动物不同 动物它只能把饭吃饱了 找一个地方睡 它没有什么 它情感不必去调伏 因为它生命不想提升 但是人道的众生 你没有用文化来调伏情感 那这个世界要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从 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 对于情感的调伏 做一个说明 西方文化在调伏情感 他们的教育方式 他们的思考方式 是用法来主导这个情 这个礼是被法首受使 它是以法为主 他们的思考是这样 你看在美国 现在要定一个法令 我们上车以后 每一个人要吸安全带 当初这个法令要定的时候 很多人起来抗争 甚至于发生尸体的暴动 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他说 为什么要定这个 要吸安全带呢 国家说这是为大家好 我们不必要你为我好 我自己可以做主 那么双方面就抗争了 到最后这个立法只要通过 颁布 经过国会的辩论通过以后 到了第二天 不管你同不同意 美国人只要这个法令定下去 第二天 每一个人上车 把安全带系上去 他们的情感 可以被这个法所受使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的教育 他们的联想是这样 他们是以法来调这个情 在中国社会不可以 中国人的社会是以理 来调整 你看看我们去 我们去开车就知道 你看到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又宽又大 如果这个法令说 这个地方限速是60公里 没有人开60公里的 大部分都是开80、100 顶多到了有照相的地方 稍微停慢一点 大家都停一下 你看大家都停一下 你就知道前面有问题了 过去以后大家加快 所以中国的法令 只要不合理 这个法令就没有存在价值 中国人是用理 来设这个情感 用这个理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话 你这个人不讲道理 我们很少说 你这个人不合法 很少 所以当一个国家里面 他的名言 他的名字 是经常出现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一个固定的思考 这件事情不合理 否不做 所以中国人是一个讲理的社会 所以你看 只要是一个公众人物 不管政治家、企业家 在美国 他很多都是专法力漏洞 他做的事情合法 不合理 不合乎道德的情理 一般人可以接受 这个他没有犯法 他不合理 那是他的私生活 这个我管不着 美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 事实存在 在中国社会 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虽然摆明的不合法 但是不合乎天理人心 那你为事所不容 你迟早要下台 所以我们要知道 美国是一个处处讲法的一个社会 他的思考是这样子 所以美国人他们的思考是 一种定量的分析 定量的分析 美国人做什么事情 他强调数据精准的 中国人他是一个讲理的 他是偏凶在定性分析 他重视概念原则 所以我们应该了解 这两个一个不同的名言 所产生一个不同的社会相貌 当然从佛法的角度 这都是骗击子 只是因为骗击子的方向不同 所以带动了一个不同的生命现象 所以这个叫做 一时现世种种相义而生起故 就是你刚开始接受一个这样的教育 所以有这样的文化 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这个社会普遍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有这种共同的行为 有这样共同的命运产生 这个就是我们说明的 生命的一个延起 是这样子产生的 那么了解这个生命延起以后 我们这一下开始要对峙了 卯二 他如何误入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去误入这样的一个真实相 这个地方有两段 义先所值 第二个义此义他 先说明这个先所值 那这当中有两段 第一个辟神上蛇 第二个显义无有 先讲出一个辟语 如暗中神显现世蛇 那说这个 假设呢 我们凡夫的骗鸡子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的地下 有一个绳子盘绕到地上 那因为光线不清楚了 我们内心 我们的心 透过六根去接住这个绳子的时候呢 却出现一个蛇的影像 这是一个以闪结 那么我们就产生很多联想 这个以闪结是有毒的 会伤害我的 我应该赶快逃避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联想 都是因为从这个神子 产生蛇以后 才有这么多的联想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行动 又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这所有的联想 都是从神子的错误的认知 而产生 那我们看第二段 显异无有 譬如神上蛇非真实 以无有故 那么当我们 在这个黑暗当中 我们把这个光明打开 透过智慧的观照 把电灯打开 哎呀 这个绳子上面根本不是蛇 那么蛇非真实 蛇的体性是 我们的妄想捏造出来的 以无有故 因为它的实体是不存在的 这个实体是不存在的 只是我们一年的 联想而有的 这个地方的辟语是 从这个神子变成蛇的联想 是说 我们的心 去接触这个一塌起的果报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 真正活在当下的阴影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 自己的联想当中 从一个受用果报来说 所以这个智德大师 他做一个批语说 凡夫的心去接触 这个财色明十岁的时候 这个五欲 每一个人产生不同的感受 如果这个五欲的感受 是真实的 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不同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智德大师讲出一个批语 说狗孽枯骨 这是一个饥饿的狗 他想要向外去追求 他总是认为追求 向外追求是快乐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干箍的骨头 已经没有味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狗去啃这个骨头的时候 七啃八啃 就把自己的舌头咬破 有很多血 他吃到自己的血 说哎呀 这个骨头真是甜美 其实他所吃到的 不是骨头释放出来的血 是他自己流出来的血 那么这个比喻说 我们去睡觉的时候 我们得到财富的时候 我们去得到饮食 很多五欲快乐的时候 其实这些他不能给你快乐 是你自己产生很多的联想 而这个联想给你快乐 你自己的妄想给你快乐 因为五欲它不是功德项 你要是在三宝当中修行 练佛练法练真 这个宝乃是一个法洗项 那真实有功德 它的确能够释放到你的心中 产生寂静暗乐 但是我们在世间法上的快乐 其实都是自己的联想创造出来 就好像我们在绳子当中看到 有些人看到绳子是以闪结 有些人看到是龟壳花 有些人看到是清主师 这个道理是一样 其实都是在活在自己心中的妄想当中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一先所指 就是前面我们所破的执着 这个地方就是破除对外境的一种 不平等的执取 那么这以下第二段是我们正式所破的 亦此依他 这个地方有两段 第一段呢 辟见神使因灭神觉 第二个 显入为世事觉当初 那么先讲辟欲再合法 看辟欲 辟欲当中呢 见到神使的时候因灭神觉 我们看这个论文 若一了是比义无者 神节虽灭 蛇节虽灭神节犹善 那么我们前面的无分别是 来破除心中的联想 对外境的联想 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了解到比义无者 这个心外的异象是不可得的 所谓的好坏得失 长短方言 都是我的联想创立出来的 这个外境的异象是不存在 这个时候呢 蛇节消灭 外境的子取消灭 但是这个时候呢 神节犹在 但是我们心中那种观照的心 你只要起观照 这个心就是不平等的 还是有对立 所以依他起的这种观照的 有所得的心 维系的心 这种神子的绝还存在 因为我们看到神子 就表示他不是桌子 就不是他是椅子 因为麻 他的本质是麻嘛 麻可以编制成神子 也可以编制成桌子 也可以编制成椅子 那么神子是麻的其中一种作用 那如果我们只是在神当中要产生这植取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一种维系的法治 所以说这个时候 虽然破了这个神的错误的理解 但是存在一个神子的植取 这个时候应该再进一步破组 怎么破组呢 依系结除 若以维系品类分析 此有虚妄 色身相畏处 为其相故 此结为意 神绝当面 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神子的植取呢 你应该进一步的观察 用这个品类来分析 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品类 就这个神子是什么品类所称呢 是色香味醋 它是颜色香气味道 还有触觉 它四种法构成一个神子 离开这四种法 这个神子就不存在 所以以这个四种法来当作一指 那么加以分析观察 这个时候对神子的植取就慢慢消灭 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式的看到麻 误入了严惩时的平等性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讲出批语 从这个看到神子 看到蛇 然后回归到神子 回归到麻 那么这以下何妨 显入为是视觉当初 如是一笔四文十一六项一言 浮除非是六项一词 为是信节 犹如蛇觉 亦当初浅 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破除心中的联想 我们开始用双向的联想 去对视单向的联想 使你内心平等 这个时候就浮除了 这种外境的六种意向的差别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为是信节 就升级的为是信节 那么这个时候为是信节 这个地方为是信节就是说 你那个能观照的心的词曲还在 那么这么怎么办 你要观察 其实能观的心 它也是一个为心所现的一个音源 你就是有听闻佛法 如理思维 才有这个观照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该对这个观照力 慢慢的也要让它保持平等 这个时候 犹如蛇觉 亦当初全 它也是一个音源所生法 它的本性也毕竟空极的 这个 我们在破除遍迹指示 由外而内 由粗而细 刚开始 被视外境的词曲 然后到最后 能观的智慧也要把它设立 有一个禅师 他长时间的闭关修行 很有心得 那么有一个同窗道友去参访他 说禅师 你这几年的修行意尽如何 这个禅师说 我刚开始做毛本修行的时候 我的心中 丢掉了一头牛 丢掉一头牛 慢慢慢慢的 我这几年 我心中 丢掉了一把火 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意见 我们刚开始是用火 那个火把的光明 把这个牛慢慢调 这个牛就是向外攀岩的一个 对外境的词曲 当然你刚开始能够调伏 对外境的词曲 是你心中的平等观 你经常用双向否定的思考 把你这个不平等的单向思考 把它抹拼了 但是到最后 你那个双向思考也要设立 这个火也要设立 所以我们在写这个 为是三十颂 一个人要入圣位 若时以所言 自都无所得 而时助为是 离二取笑顾 就是到最后 自都无所得 你能观的事 当初你是在破这个骗子词 这个骗子词被你破坏以后 你能观的事 也要把它抹平 在这个地方讲 犹如舌诀 亦当初浅 这个为是的迅诀 这种观照字 也要慢慢的把它初浅 那么最后我们看总结 由严惩时自信节雇 这个地方就开始 误入到严惩时了 误入到一个 平等不恶的法界 这个外道的修学 它的重点在修禅定 但是主要知道 一个人要修禅定 他要成就禅定 一定要远离外境的直取 所以前半段的工作 破除外境的直取 佛地址跟外道是相同 方便不同而已 禅定是心中有一个索颜禁 然后远离对外境好坏得失的直取 它是用止的力量来 脱落外境的干扰 我们是用观 差别在这个地方 但是结果都是要先脱离外境 但是外道成就禅定以后 他脱离了外境的直取 他内心那个禅定的心力 那个直取能观的事 他能观的那个禅定 没有消失掉 所以外道得禅定 都产生大我思想 他要自在意 所以佛地址的不同是 他从双向的观照力 破除外境以后 他能观的事也要舍利 才能够入平等法界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 否则会变成一种大我思想 那么这一段的误入一他起 是破除能取的心 能观照的智慧 也要慢慢的把它调伏 看丑三的误入言成实性 那么这个地方 透过前面的破所取向 破能取向 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 这当中有一个问跟答 我们先看问的地方 如是菩萨误入一言 是以相故 误入骗迹所执性 误入为事故 误入依他起性 迎合误入言成实性 那么这个菩萨 修习大乘史观 他刚开始是 以这个平等观 双向思考的观法 来破除内心的一个 对外的不平等的联想 这个时候 误入了骗迹所执性 那么到最后再观察 能见能观所观 且使为事异性 再把能分别的心 也舍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误入言成实性呢 就是这个问 我们看回答 若以除灭意言 文法心习种类 为事之想 二十菩萨 以浅意想 一切是以无荣得生 故事为事 亦不得生 那么 我们刚开始 是灭除意言 怎么灭除呢 根据对大圣法义的 心习种类的 为事之想 那么就是 依止对法义的欣喜 然后产生如理思维 那么这样子来灭除 心中的一个 不平等的联想 这样子的菩萨呢 就潜除了 六种意象的对立 这个时候 一些相似的希望的意象 都消灭了 这个时候 内心当中啊 保持在心有尽空 外境的词曲破坏了 故事为事 亦不得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进一步 再观察我们内念心啊 命心了不可得 这一念心 也是阴言生 它的本性 也是空极的 这个时候呢 故事为事 亦不得生 这个时候 能观的心 也不可得 这个时候 进入到一种 心尽双亡 也把这个 人观的心 也舍离 这往下看 显正显见 由是 因言 注意切意 无分别名 以法界中 便得 现见相应而住 而实菩萨 平等平等 所言能言 无分别是 以得生许 那么 透过 前面的 此观的因言 破除所取向 破除能取向 这个时候 菩萨呢 注意切意 无分别名 那么 它的内心 从有所得的心 就安住在 一切意 这个地方 一切意 古得解释 叫真如 是这种 平等的法界 这个内心当中 能取所取 平等平等 为师一心 故 这真如现前 那么 这个时候 内心是什么 智慧 安住真如 是什么智慧 无分别名 就是 无分别的智慧 现前 那么 这个时候 对于一真法界当中 产生一种 现见的 无分别的智 现前 这个现见 是指 人观的智 无分别是现前 这个相应呢 是所观的离 这个平等法界的 一真法界的离 现前 这个时候 人观的智 跟所观的离 是平等平等 如如智 造 如如离 如如离 其如如是现见相应 平等而住 这个时候 菩萨 平等平等 所缘 能引 无分别是 以得生起 这个时候 他能观的心 跟所观的智 已经没有对立了 都是平等平等 所谓的平等 就是说 人所双亡 为师一心 那么 这个时候的菩萨 内心当中 他真实的 根本 无分别是 以得生起 所谓的无分别是 他只是一个 名称来形容 我们不要 听到无分别是 好像又有一个 有所得的东西存在 无分别是 的意境 简单的说是 言以道断 心形出灭 你不能讲话 他是一个 不是意境 所以靖刚经说 一个成就 无分别是的菩萨 他不会说 我得诸地 我得恶地 那你还是有所得 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内心当中 是没有任何念头 他观的一些法 是平等平等 那个时候是 不可思议的 不能够 言以 不能用去 言以去表达的 由此菩萨 明以污入 言成实行 这是说出我们 修大正子观的一个 成就的一个功德的 效貌 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它是一种 无分别的境界 这个什么叫 无分别呢 使能言所言 平等平等 为师一心 这个地方是 说明 误入言成实的 效貌 那么到这个地方 是长行 这一下我们看 祭诵 把前面的观念 做一个总结 始终有诵 法普特杰罗 法义列广信 不敬敬就敬 明所行差别 那我们知道 生命的现象 是由思想所带动的 由思想创造业力 由业力召感国报 那么这个思想 就是明言 那么这个寄诵的 前面半个寄诵 是说明明言的自信 它的知识体系 那么第二半段的寄诵 说明明义的差别 说明它的差别 先看明义的自信 法普特杰罗 在自信当中 又分成两个 一个是杂染的自信 一个是亲近的自信 什么叫杂染自信呢 我们凡夫的名言 刚开始是法跟普特杰罗 这个普特杰罗 简单的说就是 众生 或者讲人 有这个中国人 美国人 各式各样的人 那么这个人 是能受用的 人 这个法是所受用的 五印诸法 色受想寻识 那么我们刚开始的 相貌 就是以能受用的 普特杰罗 去受用五印 而产生很多很多的一种 凡夫的妄想明言 这个是刘爪门 这是明义的一个 杂染的体系 那么佛弟子的名言 是依止智慧的观照 前面是依止妄想 那么亲近的名言 是怎么产生呢 第一个法 法是能权 你要听闻 从这个语言文字的 每一个是 每一个是的文字当中 去学习这个法 有这个戒定会的法 三十七道笔的法 等等 那么从法的思维当中 产生一个真理的了解 叫义 对于业果空性 真如的义 产生理解 那么这个法跟义 有列广的体系不同 法有列 有些人是一个 简列的概念性的了解 有些人是详细的 广泛的了解 这个法跟义 有列广不同 那么最后是性 前面的法义列广 是一个滋末的法门 对峙的法门 这个地方是回归到 现前一念的本性 根本法门 总而言之 我们智慧的升级 是从法义列广 乃至于对内心的 心性的体会而升级的 这个都是一种亲近的名言 所以这个名言的体系 有一个是 普特切斗跟法的交互作用 跟法义列广性的产生 那么这个是说明 这个凡夫的名言的体系 这一下说差别 不近近就近 那么这个差别有 不亲近的名言 凡夫的这种 六凡法界的思想 是不亲近的 也有亲近的名言 就是法义列广性是亲近的 在亲近当中又有就近的 合复诸法实相 跟不就近的 只是偏空的 不合复诸法实相 只是方便的 有不近近就近的差别 那么这个讲到十种了 法不特切罗 法义列广性 不近近就近 有十种的名言 这些名呢 都是我们内心 所活动的境界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佛法的修学 特别大乘子观 它这个地方 是搞出一个观点 就是 什么叫大乘子观呢 一言以弊之 就是以名言破名言 以名言破名言 借甲修正 所以这个 凡夫在颠倒当中 为什么他会颠倒 他就是用这个 明治原作在思考 佛菩萨看到我们 非常的悲悯我们 但是他所觉悟的真理 是不能直接传输给我们 不可以的 在东间要有个桥梁 就是靠以言文字 佛法创造很多以言文字 那么我们的心 接触以言文字以后 开始产生一种观照的智慧 观照的智慧 在观照智慧运转的时候 就把我们错误的名言消灭 最后我们把那个 人消灭名言 那个清清的智慧也舍离了 讲一个批语 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痛苦的死岸 要到彼岸 那怎么办呢 坐船 船不是彼岸 是的 但是你这个船 它可以慢慢的引导你到彼岸 你才把这个船舍离掉 你说你这个船 你刚开始就不坐船 你怎么到彼岸去呢 所以这个地方是说 凡夫的内心 明所行差别 凡夫的内心 一定要依依依教起观 依依明言而生起观照 所以如果你一天当中的修行 诸位你反省一下 你就是早上起来拜拜佛 练练佛 持之咒过一天 完全休止 没有升起观照 那表示你的生命没办法突破 就是你以前是什么生命 你现在还是什么生命 你以前内心看到什么境界 升起什么联想 你现在也升起什么联想 那么你的修行就是 在这个联想当中 加强这个力量 就加强一个福报力 如此而已 多一个福报力 因为你过去的错误联想 你都没有把它对质 它就不会消失 就是 假借明言 破除明言 这个工作你没有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出家很久的 心灵还是跟刚出家的 没有多大差别 因为你没有去调整它 你就是在三宝当中 多一个信心 多一个善业力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是说 一定要假借明言的思考 来破除错越的明言 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是假 明所行差别 以轻易的明言 破除导然的明言 我们看 子三的入所之下 那么前面是说明 误入的真理 言成实性 这以下说明误入真理的相貌是什么 如是菩萨误入为是性故 误入所之下 误入此故入即洗地 善达法界 身如来家 得一切友情平等心性 得一切菩萨平等心性 得一切佛平等心性 此即名为菩萨见到 那么这个菩萨 他透过大正子观 观察骗迹本空 以他如换 破除心中的错误的联想 保持阴言的存在 来当作自己历练的对象 这个时候 误入了为是的实性 他知道 能念所念的 为是一性 误入的平等法界 这个时候误入死故入即洗地 这个时候误入恶空平等的法界 内心大欢喜 大欢喜 为什么呢 把性带回家 过去在妄想的阴言当中 回归到真实亲近的家 所以初入深境 心生欢喜 那么当然欢喜只是一个总相 他为什么会欢喜呢 因为他有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从作用上来说 善达法界 生如来家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能够善能通达一真法界 就是过去的思考都是对立的 现在是平等 他能够通达平等的一真法界 他永远去做他该做的事 他不会再去做他喜欢做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 生如来家 这个时候他的菩提心变得更加的坚固 能够真实的洪护正法 承担如来的家业 这个是耶他的妙用 那么他的体性呢 得一切友情平等心性 得一切菩萨平等心性 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回归到三世诸佛的平等心性 我们说他已经把性带回家了 那么此际名为菩萨见到 这个就是见到位 见到位菩萨的一个功德相 他从一个对立的心思 他从一个对立的心思 联想 回归到一个平等的一真法界 这个就是菩萨见到位 这个 我们从凡夫开始修行的时候 从圣解行地到见到位 这样一个阶段 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 刚开始的修学的思想 你内心当中 多用否定的名言就没有错 多用否定的名言 不是这个 也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也不是这个 他是否定门入 肯定门出 先否定 然后在到了出地以后 开始肯定 从轰出甲 那就开始肯定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止观 他是 打得念头死 喜如法身佛 念头打死 那就这个生命就断灭了 打死的意思就是 转变的意思 转世成事 把一种有所得的 对立的概念 转成一个 无所得的平等概念 把一切法当作 自己历练的对象 不要生起 单向的 得失好坏的思考 他只是一个 因言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今天 讲到这个地方 下下文长 父再来日 回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esolved